嗨,我是宝可梦,今天大家都还好吗?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个上个月破万订阅之后呢 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宝可梦的金句 不晓得你有来参加这个活动吗?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人却评中选 来看一下 总共有多少人留言呢? 来看一下喔 其实也蛮令人期待的喔 点开来看之后发现,就是上个月嘛,一个月前 有一百个留言刚刚好 所以我在这边正式的宣布喔 就是你只要有来留言的 你都可以跟我领一杯咖啡,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人人有奖 那他这个领奖的方式呢 我会在今天这个影片的最后跟大家讲要怎么领,好不好? 那么你只要照着这个规则来领呢 你就可以 我就会请我的正脚小天使寄咖啡给你 所以很简单,但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都留了哪些有趣的眼 我觉得这应该蛮好玩的 我来看一下喔 他怎样才能够让他 还是要 他这个可以关掉吗?不行 好啦那就只能在边边这样看 因为他不能够移动 好 第二锅广告 好,那可能你就要看这个 这个我们 荧幕截图下面这个小小的地方 因为他这个留言的部分只有这样才看得到啦 好 看一下喔 刚刚跳掉了 再跳回来 就这个影片 好 我们来看看就是有哪些粉丝有做一些有趣的留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随机 好 我觉得有趣的我就念出来给大家听 这个 这个徐静君 也是老朋友 他说喜爱的金区未雨绸缪 就是事先预备好各种方案以防范未来的意外啦 好 准备多方面的审卡也变不时之需 像我们 前天申请 分享到的这个玉山拍卡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说 玉山拍卡在下半年变差了 那你如果有其他的神卡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拿来使用之类的 好 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就是被制走了 这是未雨绸缪的这个金 这个真正的意思这样子 好 然后看一下 这个 王灵皇他说 累积千万不如养个好习惯 活到老可能都没有办法累积千万 但是绝对有一个好习惯 哈哈 没有不需要想象中的那么悲观 你只要认真存钱真的可以存到一千万好吗 这个 哇有些人都讲的非常短 这个都不知道怎么分享 OK 这个老吴 这个吴先生他说喜欢这句话 荷豹之木生于豪末 其实点点滴滴的努力最终的累积就会成很棒的成果 对于努力一组会非常有共鸣 不论你是在 想要成为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有影响力的KOL 或者是你在你自己的成 工作上面想要有所成就在往上更进一步 其实都是要持续不断的累积 包括你的财富也是一样 好 然后那往下 曹蓉说 积千累万不如养个好习惯 这句话真的很重要 以前我就是没有一个好习惯 不过宝大的金句很多都很喜欢 哈哈 这个也是 感觉上有点是 有点简单 好 好多人通常都来讲说这个 积千累万 是不是都是COBY前面的人 看一下 这个 Peter吴说金句 信用卡就只是工具 怎么使用呢 端看你的想法 然后我就 办了那张影片的卡了 存当工具 这也蛮有趣的 那再来的话呢 小银说 最喜欢的名句是 荷包之木生于豪末 小树可以慢慢累积成大树 跟着宝大一起财富 这个 累积财富跟成长 所以我也很好奇说 你们看了我这么多的影片 你们学了我这么多的理财技巧 你便有钱了吗 如果你只是看看 左耳进右耳出 然后就是 看看然后都没有放到心里面 那是不可能会有所成就的 所以我觉得 我讲的东西很重要 但是你一定要切实的 把它拿来生活中 去做实践 不论是办了一张卡片 然后来省钱 或者是 真的靠着 我跟你讲的那些 简单的投资理财技巧 开始累积你 生活中 生命中的第一桶金 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 不是只是 只是纸上弹壁 而是要真的去实战 真的要去做 好往下 这个 哇 这个 Sandra里说 最爱的金句 人类有一种 特性就是盲虫 除了暗黑行销术的影片 每次我就是盲虫来抽咖啡的 所以你也可以打到一杯咖啡 但是你要主动来跟我们 就是 就是领奖 这个 Sandra说 喜爱的金句 累积千万不如养个好习惯 理财这件事情真的是需要长期来审视啦 定期定额投资 的好习惯养成 若 顺势而为 必让自己的后半生快乐而活 OK 然后 这个 柯亚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说 这个 金句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中信刚推出麦配卡是我累积那一点的高峰期 结果每年回馈的趴数越来越少 不得不兵起来 期待中信卡下半年有好的表现 基本上不会有好表现啦 因为他们早就把行销资源拿到其他卡片了 比如说 中信华行联名卡 他们就是有新的合作厂商 所以资源就要丢在那边 所以这种已经联名过的旧卡 就丢在旁边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 黎 雁 汝 说金句 几千雷万不如养成一个好习惯 这真的很重要但也很难达成 OK 何志伟说 真的很不OK非常改简 这真的会是金句吗 大家到底对金句的定义是怎样 一开始是因为看到信用卡排行才开始关注 后来自己也开始理财 终于进步到有余力投资了 恭喜宝大 OK 这个 Tim王也是老朋友每次直播都会来的 然后这个他说最特别的就是宝可梦的金句 荷豹之木生于豪末 满感同身受的 大家要很努力才有现在 希望宝可梦继续的这个 加油 这个名字都打错了 要打成我的那个梦 真的 白文艺说 积千雷万不如养个好习惯 好的习惯但你抖向财富自由 坏的习惯让你财富破产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对 这个 陈廷说 积千雷万不如积个好习惯 养个好习惯 以前都没有养成好消费的习惯 追寻宝大之后 开始审视每一笔消费 认真记账 笔财规划 现在看到消费后的回馈 就会好开心 坚持好习惯真的不难 只是在于你要 或不要 所以 我觉得这个 陈廷小姐他也讲得很好 就是 你到底有没有心 真的想要就是 突破你现在的困境 然后真的往 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走 累积一个好习惯 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那个原子习惯 这本书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 你看了之后 你一定会对于习惯的养成 有一个不一样的见解 这是很难得的 好 继续往下 这个 看一下 这个 圈圈说 最喜欢的金句是 换汤不换药 Uber真的是 一起 急碎了好多人的心 看到宝大分析这张神卡跌落 神坛的影片 也觉得心有清晰焉 恭喜宝大破万了 很喜欢你分享的信用卡跟理财资讯 谢谢你 我也谢谢大家就是 不离不弃的跟在我身边 然后才能够让我有所成就 所以这100杯咖啡就是 一定要送出去的 好 然后 这个 我看一下 因为有一些重复的就不念了 詹明智 老朋友说 喜欢的金句 信用卡也需要断舍离 信用卡短则以 既最长则以半年的优惠来回馈 近期也常看到 一个月或者是几周的专案活动 所以要持续的检视信用卡的回馈跟档期 没有竞争性的话就可以舍弃了 所以 都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银行在做这种所谓的行销活动都是一波一波 然后就是 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时间到钱就收掉了 所以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 台湾金融产业的常态 这也是没办法 如果 你真的不想这样子的话 你就挑一张就是无脑高回馈的卡片来用就好了 那你就不用这样一直追寻的高利 比如说 很多人在问说 在超商刷卡 哪一个回馈最高 可是他一直都在变 像9月份的时候你用这个 局质支付 就是200块以内 8% 200块以上 20% 这个是其他 就是其他银行是可以拿出来批底 很少啊 所以这都是那种专案型的活动 但是呢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追这东西吗 其实不一定 因为你还是必须要去看你自己的消费的情况 或者是你能不能够掌控这么多信用卡 能够掌控这么多优惠吗 不然的话其实你拿一个回馈有中上的 有5% 6%的来用 或者是这个必备卡 然后绑在接口或是来配上面刷 其实也是不错啊 所以就是 大家就是 自己需要去尊解 然后自己去 调整一下 这样子 这个 廖凤宝 这应该是小姐 他说 浪子回头金不换 任何银行都有可能推出新的回馈跟新的活动 成为市场竞争的对象都可以有所期待哦 有时 沉水已久的银行也有可能有黑马知识出现 所以 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 都有啦 他们只要有钱就会开始做活动 所以你就特别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的粉丝业就知道 ms峰之谷说 真的很不OK 非常该结 怎么会是金句 我的天啊 我是看了2019年间 卡牌行榜才订阅的 用户要懂得发声 一进到底 句句都要逼死银行真的很可取 出社会快满三年了 没有信用卡也活得好好的 但现在想想慎选一张适合的卡 或许可以活得更美好 期待宝可梦的频道持续成长 也非常谢谢这个朋友 看了2019年 简巴牌行榜就来了 那我们这边都是一样 就是说 我有成为主持人的潜质的原因 是因为我面对镜头 我不会害羞 而且我能够从头到尾 就是讲到尾 几乎都不卡螺丝 所以这次很难得 因为很多人的YouTube 频道他们是没有办法这样子 他们 就必须要用简介的方式 然后让自己的东西看起来比较顺 但是我不用 我只要面对镜头 我有东西我就可以一直讲 就是讲到天荒地老这样子 好 那再来往下看 这个 志先生说你拍影片有用心 都感受得到不必多言 恭喜你 哈哈 好 这个看一下 张 Giammy说 观看宝可梦影片学理财政的受益良多 分析整理都非常清楚明确 在此恭喜订阅破万 抽奖活动就不参加了 祝各位中奖 但是人人有奖好吗 好 这个 Windy无说 未雨绸缪 原本是iLEO卡每月自动加值有5%回馈 小声说 官方似乎有延续延长回馈到年底 虽然过程上没写 但6-7月的帐上还是有看到回馈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注意 走到年底都还有 好 看到宝大介绍星光联名卡号码 立马加半一张 救护加半超怪收到卡片 每个月只要有登录就有10% 对于这种每个月还要抢JCB的人 就是直接放弃 星光联名卡真的很棒 我现在也是每个月就是都会不断的去看 我到底有没有登 但事实上我都可能在月初就登好 但是月底的时候我再检查一次 所以 你们要特别注意 就是 不要以为卡片到了就爽爽的利用 但是你还是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登录 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面有 非常多的东西都在里面 所以看了我的影片 如果 不知道 忘记了 再回来看一遍 好不好 就是都有讲了 有时候我自己忘了我会回来看 良力人说 量力而为凡事要量力而为不可逞强 身为投资的新手常常看到有哪边有赚钱的机会 或是有新奇的卡片就会去尝试 但没注意到自己根本无法附和这一切 大大虽然推广投资及好用的信用卡 仍然提醒大家要量力而为 才能够享受好的投资 或是信用卡的回馈 这句话真的让我这个 受益良多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所谓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的薪水三万块 然后一个月 一年大概就是五十万的年收入 这五十万年收入你能够申请下信用卡来 一张卡片的额度新户了不起就是 十万到二十万就很厉害了 所以 一般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如果你的收入增加 比如说你的收入来到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 那银行在你是新户的资格审核 给你卡片的时候他可能就给你一次就是三十万或四十万 所以就是因为你的财力不同的关系 然后你拿下来的卡片的等级 或者是卡片的这个额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银行他们会自己去审核 所以大家就是一样要量力而为 而不是说宝可梦为什么新办一张卡片额度就四十万五十万 为什么我就做不到 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 适合我的卡片不见得适合你 像我跟大家讲说我现在的主力卡是 中信华航联名卡我要在年底之前刷到四十八万 那 难道我这样讲每个人都要跟我吗 当然没有啊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我对华航 产生兴趣 而且我的确想要解这个任务 所以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新的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啊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分野就是 我自己的主力卡我喜欢的里程 这是一块 这是一回事 但是符合 或者是适合社会大众的一般人的 其实根本不是里程卡 所以我还是会着力于介绍这个 百分之八十的人所需要的东西 那百分之二十是里程的部分 所以跟不同的人跟其他人比起来 就是只能够推里程卡的人比起来 我还能够推有的没的 我可以听说一张我可以听投资理财 所以这就是你要走全财 的方向 但是呢 我什么都讲的情况下 不见得什么都适合你 所以这就是一个 刚刚这边讲到就是 量力而为 每一个人都是要去知道你自己的 状况 然后挑选适合自己的卡片 你当然可以办里程卡 如果你愿意缴年费 你当然可以办 但是 对你来说有必要吗 如果你一年刷不到二十万三十万 那你办这个卡片 等于是 你把你辛苦赚的钱 变成年费 拱手送给银行 那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诚实的讲就好了 如果你真的很欣赏我的概念 你也希望能够往里程方向走 那你愿意缴年费你就来试 但是如果你没有 就没有那个屁股不要吃那个蟹药好吧 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刷那么多 那你就不要去办里程卡 这个都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强迫办卡的情形 而是我们把优点跟缺点都讲给你 你就自己决定就好了 所以就是这样这个样子 好继续往下 这个洪大军说 机械雷外不如两个好习惯 在还没看宝可梦影片之前 一直觉得信用卡的回馈有或没有 都没有差 也懒得去了解 在自从看了你的影片之后 也可能会因为你影片 有很多帮我们做了统整 各家信用卡的应用之处 让我更浅显易懂 现在扬成了买东西 会用不同的信用卡来 获得各家的信用卡回馈 以及使用行动支付的习惯 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累积也会 这个 就是积少成多嘛 所以我觉得 我虽然做得很累 前一阵子 尤其是在拼这个破坏订阅的时候 真的是每天出一支影片 是出到快死掉了 那现在的话呢 我稍微就是把自己拉松一点 不用每天缠影片 有真的有重点的时候才做 这样我会比较轻松 然后我还是一样 可以 在我的平台上面跟大家见面 你如果 不习惯我自从就是 直播一进到底式的 那你也可以来看我的 理了才知道 我的这个Light Today上面的节目 一次就是五分钟跟你讲一个概念 那全部都是简介过的 那 而且又有那些什么 动画特效 让你看就觉得说 哇 好精彩喔 对 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模式 但是就是 你就挑你自己喜欢的 其实我还是我 我都没有变 我还是持续不断的在产出 所以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再来 Anny Long 这个是老朋友 有感触的金句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永远都有更好的选择 何必 单恋直花呢 规则都是银行定的 不会有永远的好康 与其一直抱怨改差 银行也不会调回来 不如当下看谁退出了好康 就好好把握 真的是谢谢宝大一直给大家最新的资讯 及时的告诉大家 优惠或是权益变更 既然有更好的选择了 何必再一直回头看那些 回不去的优惠呢 这是相级的爱情 这个龙先生也是蛮有趣的 说很好 我喜欢 这个林子浩说 几千雷万不如养成好的习惯 其实我追出信用卡的时间不朽 但是我很努力的养成习惯 把原本的现金开支准换成有回馈的方法 这是我省钱的第一步 然而 透过学习分享 同事也会来问我 无形中也开始用我的推荐码来去办 办账户 这让我受宠若惊 因为宝大教的事情都一一的发生 这人要确实的一步步走 开花结果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就是 恢复成每天写部落格的习惯 对 然后透过宝大的建议 加入信用卡元素 就是 让我写的东西更多元 尤其是看到 这个 file文章 还有原子习惯 持续的努力去做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如果 不去做的话呢 过程中虽然花的时间很累 但至少我是快乐的 宝大让我看到 就是一个可以碰到的未来 还有 活出自己 想要生活的梦想 养着好的习惯 拿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写的这么多不是为了咖啡 而是想要透过文字来 其实很大的启发 未来会不会有成功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路呢 我其实是很快乐的 然后文道文道一步走 其实 总是会等到成功到来 这个 林先生真的是 很棒 因为他其实 我们礼拜四的直播 他都会来跟我聊天 然后在我的粉丝也都会一直持续的 跟我互动 我真的觉得很棒 如果我这一生真的没有什么成就的话 至少我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自豪的 就是 我有 把我自己的所知所学 交给 某一个人 因为 他看到了 他对他的人生展现了改变 那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 无上的 这个荣耀 你就会觉得说 你不是 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一事无成 或者是夺烂 或是怎么样 因为 除了我自己真的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之外 其实网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咒骂我 都在憎恨着我 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我哪里得罪了他们 可是他们就是可以那么的 就是 名正言顺的去恨一个人 我不懂 你把这些憎恨都放在这里面 你真的会过得比较快慌吗 但是呢 我在承受这些压力 跟这些人的 责难的时候 我至少看到了林先生 我会觉得说 我做的这些事情 我这么认真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是有 是有他的意义在的 至少 我从他的身上 我看到的回报就是 我真的有去改变一个人 哪怕你们只要听进去一进化 改变了你们的人生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无上的成就感 你知道吗 所以送这100杯咖啡算什么 我觉得 成为一个媒体人 成为一个公众人物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要把一个正向的能量 跟你真的可以成功 你可以带领大家脱离贫困的 这一个梦想或者是互利共享的这个idea 把它发扬出去 哪怕你会得罪财团 哪怕你会得罪银行 你都应该要去做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事情才是真的有可能去改变别人的 好 不是只是想要想着从别人的身上去赚钱 那你如果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话是 格调是没有办法提升的 所以 就是严禁于此 好 继续往下 这个李宗益说 宝大的金句是量力而为 凡事要量力而为不可勉强 信用卡申办真的要有量力而为 不要为了赚取优惠而去 随意的申请各种信用卡 来扩张自己消费 这句的做法其实是从自身现有的消费去分析 哪些是可以从现金改成信用卡 额外赚取回贵 这才是对的 宝大赞 所以 我发觉比较早期留言的 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写 有一些后来的都是 比较随便 好 那个伟他讲说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一集除了讲解币费卡 也讲到大户卡入金 投了赚回馈金的方式 每个月刷2万4 虽然早就知道 但是影片分享给我爸 他有这两张 他就开始默默看起这支影片了 感谢宝大制作精美的PPT 也顺便把币费卡的额度从2万 刚毕业 调成7万 开心一下 8月31号等到大户权益更新 接着再办大户卡 这个是很有趣的 居然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他老爸 老大老爸就默默把他看完了 真的很有趣 非常棒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如果你一直是持续的 拿着一个所谓的正的能量 而且是分享好的东西给大家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会 耳濡目满口耳相传出去的 那这也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不是花钱买订阅 我们不是花钱买这个 这些东西有的美的 买影响力 不是而是你真的觉得这东西好 我们也真的有料分享给你 然后你才会把它触及分享出去 这才是这个所谓的口碑 口耳相传的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争议跟精髓 然后再来 这个 FIRECAMERA1997 他说我最喜欢的是讲座回馈 这个保守族适合ETF吗 因为本身刚出社会 所以担心投资是不是太早 金句他是讲说 钱放在银行里面做定存是最愚蠢 最不该做的 应该要放到市场投资才对 对 这个汤乔兰是老朋友 来念一下 这个我最喜欢保大说的换汤不换药 现在银行都只是在一种商业模式来吸引 还有办卡 一段时间过了之后就越改越烂 每一间银行都一样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常态 没有办法 因为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 他们就是有钱 然后就做一个活动 活动做完之后呢 就收掉 所以这是这个样子 那再往下 活动只要过了就很想剪卡 那些看起来很吸引的人的触刷方案 也变得不再那么吸引人了 这就是换摊不换药 能不能够改进一下 但这个是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下面的一个最后的结果 这是没办法的 这个米卡蔡说 我最印象深刻的宝可梦金句是出自影片神奇的富力七二法则 中奖的富力的威力其实比原子弹还要可怕 这个第一眼看的地方觉得太夸大了 我才不相信 再重复看了三遍我就相信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蛮好笑的 OK 这个辉哥他说宝大快拿赢奖牌 赢奖牌大概是要订阅错十万 这还要再努力 谢谢辉哥 然后WL说 你永远有更好的选择和被单恋一只花 之前没有看宝大FB 还傻傻的用中信LinePay卡 当初的回馈三%到隔年两% 然后最后剩一%真的是被割韭菜了 去年付宝费的时候只能拿到一% 今年听宝大用联邦赖典卡价第五支付 同样近4万的山上美班保费 回馈就多了一千多 所以你看 不听老人言之会在眼前 就是一定要就是要换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Monichi说 金句 七千雷万不如养个好戏 为什么大家都是讲这句金句 大家都是懒得去看影片 然后直接就copy别人的 30好几了 以前呢 没有认真想过将来的退休生活 一直觉得自己很年轻 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挥霍 今年开始呢 认真积极的跟着宝大的脚步 从半信用卡开始一点一点的省钱 然后呢 把钱投入到市场的同时 还有现金回馈 真的是有吃又有拿 今年持续的在 定期定额的投入市场的习惯 跟宝大一起努力 一步一步的往财富自由迈进 一恭喜宝大的频道破万哦 高兴我也是其中一员 这个Moni Moni先生 也是非常的谢谢你 这样子 站往下 这个 哎 差不多了 哦 好 所以今天呢 其实 整个这样念下来之后发现 其实大家都有蛮多的心得 那我觉得 其实最感动的就是林先生 他跟刚刚念他 那一段话 就是念到话 我都快流泪了 因为 所以真的很难得 你要在这个事件中 人事件中 你要去找到一个知交 他是真的懂你的 这真的很难得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这边的粉丝 真的都是非常的 就是 这个 非常的懂我 知道我在做什么 就是 哎 我也不知道讲什么 就是 非常的开心啊 所以我觉得 100杯咖啡 乘以35 也不够才3500 3,4000块 我觉得这个钱都花得下去 所以也是一样 非常开心 的有这100位粉丝 一起来留言 那 我现在来跟大家讲 你要怎么领奖 我们有一个正强小天使的email 那这个email的部分 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来 你只要写信给他 跟他讲说 我要领取 这个我们 这个YouTube频道 破万的订阅的这个咖啡 那么把你的全家账号 提供给他 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领奖 实际很简单 就一个礼拜 也就是9月1号到 9月7号 也请你务必要在这7天的时间里面写信 那超过之后呢 我们就不再受理了 那我们就会开始进行 正强的动作 应该最快在两个礼拜内 就是9月 7月 9月21之前 就把咖啡全部送完了 那因为这个咖啡 这个资格的核对 跟咖啡正强 其实也是需要不少时间 所以也请大家就是一定要尽快的来领奖 好不好 那期盾 期待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有订阅 冲上2万 那我们就再来办一次活动 一样就是每隔一万 每隔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来回顾一下 我们最近又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又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开始努力经营这个频道的原因 是因为我希望也能够在这边创造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天地 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让草商看到 我们可以让银行害怕 那么其实我想要做到的这个所谓的 跟银行有一个制衡 就是以消费者的舆论 然后来这个让银行觉得说 哎呦不可以随便让改查 这样子的目的如果有达到 我觉得再怎么辛苦经营这个频道 这个都是值得的 好不好 也非常谢谢你今天来看这支影片 然后一起来跟我们同乐 来看看说 播完订阅之后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想法 我觉得你们都很棒 也非常的开心 所以这100杯咖啡就是全部送出去 也请你们一定要来领奖哦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也非常欢迎你分享跟你身边的亲友 先订阅 然后就是小铃铛开起来 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跟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 学习信用卡如何省钱的技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也祝大家就是有一个美好愉快的一天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